第二個問問,您的夫人有講到當年ICU的故事 後來這個情侶的粉專說那個是編故事 那您身為當時的這個 不是,我不曉得要寫什麼 他是說假日的時候,您被召回去要幫忙支援 然後有人說這是編故事 沒有啦,其實我當從第四年住院醫師就常常 我就是負責在加護病房工作 其實我們被叫回那個加護病房,哪裡是什麼假日 最可怕是晚上兩三點,三更半夜,沒辦法 病人情況變差,我們還是要回去 通常是這樣啦,我們也是幫主治醫師分攤工作 通常我們會比主治醫師更好叫 所以我們通常那些住院醫師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這些叫西亞總醫師就要回去處理 這也沒有什麼,這很正常 最近有那個,那個時候說那種仇女的這種抹黑 所以你知道,我心裡想說我回家那麼怕陳佩琪怎麼還要 那有個開玩笑,我們家小事我決定 大事我決定,小事陳佩琪決定 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發生過大事 那如果我也發現 民眾黨你知道,普遍而言 女將女將比男將搶的 真的啊 真的啊 AVLICH,AVLICH,不要怕 我們的AVLICH 比如說我連我的總幹事都是女生 黃珊珊,你知道 我們現在唯一的一席縣市長也是高曼,也是女生 我那個網路點列率最高的學姊也是女生 所以奇怪 什麼意思 所以 雖然民眾黨的黨員結構,還是男生比女生多很多 但是有名的都是女生 所以我們 我覺得那個人那種攻擊是沒有必要 有韓祝今天是有修找修哥來這個城市嗎 在哪裡 今天你看那個報名人家的女生,你說有比你自己的很多嗎 其實我們的支持者都很隱性 真的,如果有稍微這種宣傳一下都會比疫情的多很多 那你覺得這樣子有盡於私料女生,全女的這個表情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常常是這樣,我就很氣,就是說 我們這個媒體就是帶風向,製造新聞 其實我就覺得很奇怪 雖然不要再批評人家 那個自己性騷擾一大堆 然後性騷擾又痴犯,性侵 分外情一大堆的政黨每天在講別人,實在真奇怪 今天在這裡 我還是用一個很誠懇的態度 我在台大當醫生也當了三十年 醫生就是救人 常常對不對 我常常常在媒體每天是這樣 其實柯文哲沒有什麼可以打的 undergo 過去八年可以 人家說他們不是用放大鏡在檢查柯文哲 是用電子顯微鏡 反正這八年來可以打打瓜 以上人每天都做那些事情 我也覺得我們很傷心的一件事情 台灣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哪一個政黨的主張 現在咧 所以掌握媒體每天在做假新聞 像我最近有一個案子 你知道齁 他前幾天看到說 7月16號凱道上面的遊行 對不對 他說那個 來的都是男生 女生很少 那是因為柯文哲仇女造成的 我現在想說奇怪 我是來賓 主辦人是黃國昌跟館長 然後去了也有侯友宜 也有郭台銘 還有時代力量 我們只是一個來賓 那天那些來的人 是為了柯文哲來的嗎 不是嘛 他是為了 他不是歪邪來 就說這個是因為柯文哲仇女才造成的 我現在想說 然後再來齁 然後就你看齁 先放一個消息 每天開始做call-in節目 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拿他幾年前講的話 我說你們只能找我10年前講的話來批評 只能找我現在講的話來批評 再講 台灣民眾黨你知道齁 我這次選舉的總幹事是黃珊珊 妳的 你看看我們家陳佩琪多麼 多麼 多麼 都不會唱 多麼 多麼被我尊敬 這也是個笑話 他說我們家齁 大事我決定 小事他決定 問題是我們家從來沒有出現過大事 對不對 你看看我們民眾檔面齁 那個看起來很有名的 從那個賴香檸 那個高鴻安 甚至還有一些蔡壁如 到現在的晚會 還有一個 那個學姐 林甄宇 老實講 台灣民眾黨都女生比男生厲害 我老實講 總平均戰力 你知道 我都雜貨比大夫還鄉 你知道 都看起來不要 明明 明明柯文哲旁邊的人 還有柯文哲的這個黨 都是女生 看起來就比男生戰力還強 怎麼說我醜你 我給我 所以 問題是這樣 雞飛城市 每天跟你 意思就是說 大早是講一個人說 你怎麼看起來 不是洗得很乾淨 你每天跟人家潑油漆他怎麼洗乾淨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坦白講 我對目前台灣的政壇 這種選舉方式 我覺得很不喜歡 都是負面選舉 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 我們的選舉都沒有在講政見 只有每天在講人家壞話 隨意跟你請教一下民調部分 你怎麼看現在最新民調說 你現在30到39歲的女性 有流行11趴的選票 那民進黨現在一直打你過去的仇怒言論 你怎麼看他們目前的攻擊 唉 這樣啦 他們只能拿那個四年前講的話 再出來 再出來打 我 這個也是老實講 今天反正在跟我們討論 就是說 我一直對台灣的政治很 很不喜歡 就是說我們一生都是舊人 怎麼會有一個行業 每天在想怎麼害人 然後怎麼去照耀 他說什麼 所以現在拿那個柯文哲 什麼仇女 仇女的這個事實 我現在想說 那個7月16號 那個遊行 跟我們一點都沒有關係 那個是館長跟黃國昌去號召 我們只是來賓 你看喔 他上去還有 還有何友宜 郭台銘 甚至石黛 還有我 就是說 我們這些都是來賓 招集來的群眾 他只會講到最後說 我那個是柯文哲 肇事長兒 然後再說 我這個男女比例差太多 然後再進一步推論說 我這個應該是柯文哲 仇女的那個形象 所以大家就不肯來 我現在想說天啊 這實在是太會造謠了 不過沒關係 這個選舉到了 你知道 每天就是這樣造謠 抹黑 抹蜂 然後這樣帶風向 我是很無奈啦 不過這個也是會遇到 想辦法在過程當中 台灣國民的水準慢慢提高 讓這種造謠的手段 造謠帶風向的效果會降低 現在我們是一起來唱 生日快樂歌 一起來 好 希望聽到大家的聲音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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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們中方主席 生日快樂 inclusive 好 我們是不是也給柯媽媽 一個熱情的掌聲 一直拖包包 没有拖包包 就没有我们下一届投赏 对不对